五股金剛蟲 大家注意看到 平常看五股金剛蟲 你們的妙觀察制其實並沒有打開 你如果妙觀察制打不開 那你不能跟自己體內的金剛蟲相應 它是金剛不壞的 所以它是跟你體內的金剛蟲是相應的 大家注意看 這個金剛蟲這個部分是一個龍頭 在我們體內或者體外的能量 它從很遠的虛空向你體內凝去的時候 它是向內走的 最後吞拿進去你的黃庭中央一點 那個明點裡面 然後所以說它是合合四項暫從五行 那麼它是從四個方向 甚至是還有從八個方向 順著八脈 向你的中央黃庭那一點中間去凝去的 並且呢這個一陰陽為之道 這邊有一股能量進去你的中宮 然後在那個方向斜著不是這股能量 是它的斜的能量 要有一股能量來跟它陰陽相合 一陰陽為之道 所以它就有光在你的中央的六合中心中 升起一點光 那麼這一股呢它跟下面那邊的下面那一股 在中央合光 那一股呢跟正面的下一股合光 這一股呢跟這一股合光 所以它從極遠的虛空拉進來的能量 這通過去 那麼這中央才會形成這個中央的光 中央的光 所以它那麼總共是九個 我們現在用的最高級別的是九股金剛股 九股金剛股 當然這是從後天反先天 蓮師手中拿的都是五股金剛股 它直接用的五股火光 是站在它那個位置上 由先天來應用先天 應用在先天 我們這個在地球上的眾生 要這一世完成修煉 要把八卦變成四下 要把九股變成五行 那最後聚在中股 所以你們留心一下這個極剛褲的 這個中央這一股進去的 既然它不是個圓形 它是個六合立方的一個方形體 在這個位置上 那麼只有這樣你的心蓮 才能八半開 這是八半蓮化 才能打開 你自己的那個聖音才能夠再生 你看這個金剛褲它的能量 這一個點跟下面的一個點 立著的話 它就是最上一點是一根法界 叫天心 最下一點是地心 地心跟天心它是等距離的 那你說天心應該很高 地心應該是地球的直徑半徑 那天心這個半徑哪只這麼點 但是地它是密度厚 所以是地下一點的話 天上已經很長的一點了 所以九天跟九地它是相對應的 但是因為地球的是有物質的 所以它是密度很厚的 所以它進去的是壓縮性的 壓縮性的 天上它是拉長性的 所以是這個能量從天心到地心 會在你的黃瓶 當它會到黃瓶的時候 自然的會有前方極遠的虛空 來的這個DNA雙螺旋 總共是四對雙螺旋 加中央的光束 從你的這個叫胸骨 這個地方叫九尾下面的四橫指 四橫指的這個點 你心有鏈的時候它會往你抽 自動的抽 你人抽抽不起來的 它就是從前面進去的能量 也是這樣進去的 那進去它光是這樣 它不成成光 所以它要後面極遠的虛空 這個叫置虛極守進度 然後極遠的虛空 還有九股能量 其實它一對一對的怎麼樣 放光放光放光 最後這個無量光 又儲存在你的黃瓶 通過你的雙手 展現出來的 這個是左右 也有這個能量 從極遠的左側和右側 向中央黃瓶 但是它在黃瓶這個位置上 它大概相當妖孝穴的位置上 在這個地方往裡去 往裡去 它是有四股能量 這個各有九股能量 九龍會在中央 這個功法在山上 鲁卡拉那個地方 大家要看一下 把這個金剛的印記 要印到自己的心上 印到自己的體 把這個全息 這是在文殊道場 有諸佛之師 祈佛之師的道場上 告訴你要成功要這樣 所以裡面有個六核立方體 內方外面的光才圓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圓 世界裡面才是一個什麼 六核立方體 才是一個心 才是一個心 方正其心 真誠其意 然後真心到位 大放之明 你的聖明就擔心了 那麼要想這個完成 你光這個 你底下有漏 你埋了很多能量 最後你的瓶子底是漏的 那麼就完蛋了 隨時大家看 在這個地方 又看到了索壁玄關法 待會兒你們注意 細著來看 要妙觀察之 又看到這個兩條龍 把玄關鎖住了 也就是說 只有修好生根不漏的 索壁玄關法 這個時候你成了一個不漏的寶瓶 你才能夠把近虛空變法界的能量 在自己的黃瓶裡面的心殿中 然後化成自己的真佛 叫光中化佛無數億 化菩薩仲亦無邊 所以要體驗 這個什麼叫金鋼法 金鋼叫金鋼 金鋼不動 金鋼不動 不是整天拿這個杵 他們說拿金鋼杵幹什麼 像柏的 柏來了 我要拿他做武器打他們的 你這是胡說八道 這個向外求菩提示人行邪道 你先玩法術的 我拿零嚇唬鬼都跑光 然後不跑光的 我放這個金鋼杵 然後把他們都打死 這就是我的法器 這個就是魔道 邪風外道 向內用是正法 向外用是邪風外道 你自己內用成金鋼水離子 向外自動法自動會顯現 邪風外道要來了 不用你去想他 你自己的金鋼杵自己會想他 為什麼你金鋼杵記起來以後 邪風外道跑的都沒邊了 為什麼他再不跑 被這個螺旋怎麼樣 被那個旋怎麼樣 就旋到心裡化沒了 你們願不願沒有自己啊 每一個吃著牙笑 但是眾生六道 邪風外道都是六道眾生 他們最怕沒有了自己 最怕自己化空化光了 他不幹 只要你七七六五金鋼出來 這個全都跑得無影無蹤 再不跑 那就是活體 就把它收了 所以我們在尼泊爾特 一定做了一個這樣的上下 前後左右 這六股金鋼杵 這個明顯我在相關的古董的 照片的佛像上 也找到了連師手中拿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六股金鋼杵 這是第一次找到的 這是不是一個十字平面的 它是一個立體的 那是金鋼杉獨的印記 金鋼杉獨的印記 所以說我們已經把它這個 用了一年多的時間 才做了一百多個 因為它是全手工之路的 很珍貴 所以已經請到新加坡去了 馬來西亞 台灣的 台灣的港幣可以訂 下次我們雖然可以帶給你 包括香港 你可以訂 訂了以後帶給你 那個東西很貴 但是很珍貴 它比那個價值 那個錢更貴 你這個修法的時候 把它寄在跟前 沒有一個邪魔外道再來干擾你的 你家裡經常不接近 所以你放在家裡 沒有東西再進去 全都化好了 然後這個是 廉師給你們的印記 請你們請回去 這個不吃飯也要請到 那個家伙 那個寶貝 那個是你們這一生 修佛的一個 強大的加持的人 所以大家要追悉 我們向來不是沒有事兒 找事兒可以幹的 是真正的廉師 通過廉師 這就是金剛 金剛下頭給的力氣 因為第一次我看到的 這個金剛柱 就是這樣立體的 很奇怪 因為世界找到 世界找到的都是 頂多是個十字數下的 但是事實它是真的是這樣 你才能解決 這個叫上下 前後左右為六合 六合之內 放著六合皆真理 放著六合皆是光 你的宇宙是整個放光的 你的宇宙放光了 把這個宇宙也放光了 內成就 外成就 做了兩種大天機 那你這一生就成功了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在這裏巴爾之裏 大家見識太多的寶貝了 學到了太多的律法了 你們要好好珍惜 好好回去準備 不要再東搖西晃了 就是跟到底 實修實正 整個三五年 有一個大神就出來 正式講課之前有人問到 最近我們的寶貝怎麼去應用 這個記得之前給大家介紹過 那麼它這個是立體的 十字金剛柱 那注意你用的時候 你要把它做成一個活的 很多人做觀想的時候 就把它硬硬的做成一個磁的 實際上這個 我們叫三面野形 在密法的修煉中 像這種寶器寶物 它相當於本尊 什麼意思 你觀金剛撒陀 觀度母是活的 那你觀這個氣呢 它也要是活的 那就是說在觀的時候 自己要沒有自己 要空性 在空性中去應用 並且這個是整個一個是活動的 那它的活動的原理來自哪裡呢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金剛柱 金剛柱它的四個骨 實際上它這有一個劍柱一樣的 它實際上是能量從這回歸 那麼它連起來就是一個DNA 雙螺旋 實際上在古代師父們 早都發現了天地雙螺旋的原理 也就是我們這個氣世間 那麼被染污之後 如何使這個染污的得到淨化 能夠去染黃歸它的光 那麼一個技巧就是要旋起來 所以今天土耳其它一個旋轉的一個舞蹈 那麼在老子的學說中 它提到旋之右旋,眾廟之門 所以就是這個雙螺旋的旋轉 那這是什麼? 這是從無到有 這個道靈創造萬有 用得一創造萬有的一個密碼 那麼這個就是叫DNA 今天叫DNA 叫基因密碼 所以說萬有都是這樣創造的 都是天地交光,萬物交光 那麼一陰以陽為之道 然後把這個染污的這個部分 還歸它的空性光明 然後由這個光創造出來的 所以你在利用這個法器的時候 你一定要觀它是一個動胎活體 也就是說它上面的尖 它實際上是一個懸 這個是衛中費了好大的勁 在尼泊爾找到的工匠 找到工匠手工製作的 我們之前是拿別人的那個 弄了一個歪起流法的一個 那麼它從修法上不是特別的如法 那麼這個是純粹用黃銅打坐以後 我們經過鍍金 這表層它是真正的黃金 所以它就成了一個寶器 那這個寶器它的應用在於 你把它頂在不同的輪 首先我們是把它頂在頂輪 觀自己是空的 只有這個金剛柱 那這個來自上下前後左右 四股 實際上每一個都是四股 上面四個就是雙樓旋 下面是雙樓旋 那麼這個叫四象歸中 然後中間是一個光鼠 那麼這樣一頂以後 瞬間從你的百慧到慧音 這個光鼠它就連通了 一連通了以後 在你的頂輪這個位置上 那麼就開始凝聚成光珠 就是頂輪中央的那個地方 它是一個漩渦流 它來自上這個平面的漩渦 左右這個方向的漩渦 還有這個方向的漩渦 就是整個的向中央 最後好像是不同方向來的水 最後在中央凝聚解成珠 這麼一個佛頂珠的一個行程 那麼它對你的頂輪的這個開啟 和將來頂輪這個中央的這個珠 佛頂珠煉成 那珠煉成了以後 光中化佛無數益 化菩薩眾 益無邊才有無量的化身 那麼再利用它什麼 這是修頂輪 你再把它修在門心輪 顱腦腔正中央 一樣的 你真正的如果通達的時候 你的雖然是我放在這個位置上 但是是空的 我是空的 那它就在中央 是空的 我是空的 無我的時候 那麼這個它就居住在中央那個位置上 又是前後左右上下 這個能量最後弦 最後彈成一個珠 在中央大腦正中 沒心輪 這個輪都是球形的 你不要把它當成一個平面的 橫前面看它是個平面的 但是實際上它立體的 它是個球形 它是個珠 那麼這個是在練眉心輪 然後再下來練喉輪 喉輪中央 因為你只要把中央的那個珠子 一動 它是個開關 它整個周圍的輪脈全部就炸開了 這好像你拿到一把鑰匙 再複雜的鎖 只要鑰匙對了 咔一打 整個鎖都炸開了 那你就可以打開那個門了 所以它這個鍊就可以用來 鍊喉輪也是這個 前後上下左右 那時候老師左右的通道在哪 它實際上它是個空的 你相對著那個位置就行了 它自然的就從整個宇宙六個方向 六合的六個方向 旋出來的每一個方向都是一個旋 它這個尖都是旋 所以這個能量就往中央去凝聚 啪啪啪放光 然後最後那個珠子就形成了 那麼在練心輪的時候 但中對著它也是中間 使用這個力量 然後一開光以後它是個活體的 然後再就是什麼 肚脊輪 然後把它端在下面的肚脊輪 關它進去 那麼肚脊輪也是一樣把它炸開 然後再下面的是什麼 這個生殖輪 再下面是什麼 海底輪 那再上來是什麼 黃庭輪 這個所有的上面的三個輪 下面的三個輪 最後會在中央 會在中央 當然你最後的話 還可以用它練反雪輪 反雪輪就要高琴 它大概在頭頂這個方向 去練反雪輪 就是頭頂上面的一個雪 那個點 那個是你跟一針法界連通的 那個通道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內外兩重大天際 一個是內黃庭 一個是外黃庭 你也可以用寶月輪奢它 在這個地方用寶月輪奢它 寶月輪中就有這一個 它就可以在你的身體裡面 任何一個地方呈現 有寶月輪帶著它 我要手心開 手 我們將來練這個丹的時候 叫掌心丹 你就會發現這個氣在掌心這兒 發生作用了 兩個掌心 一個掌心一個 還通過寶月輪射進去 一號一畫 還要練自己的腳底心 腳心 湧泉穴 它就在湧泉穴練 你練每一個骨結 我們叫骨尖丹 所謂的丹都是光珠 它就在每一個骨結裡面練 你在五臟裡面劃進去以後 它就在五臟裡面練 所以這個藉物 我們的法力 藉著這個物顯出它的神力 至於說這些法寶 那麼大家看到大寶法王 它的頂上的帽子 也就只是一個平面的 平面的一個十字柱 十字金剛柱 大家只看到平面的 很少看到這個立體的 立體的 那這是金剛撒陀尊師尊 他顯現的時候拿給我看的 所以大家要珍惜這個寶 珍惜這個寶 當然它在顯態上還有什麼作用 哇 那作用太多了 你的心不定的時候 只要把這個拿起來 往自己的頭頂灌下去 放在黃庭 咔 一壓 上下 往中間一聚 眼睛往裡一瞪 啪 一放光 然後你的心 瞎 瞬間就可以定下來 那你的房子裡面有一些不捷徑的 有些人沒有這個條件 找老師去調先天風水 那這個請進去以後 在高的地方把它供起來 只要經過老師開光以後 把它供起來 那它本身就是一個漩渦場 就是一個光聚集的立基場 為什麼 那這個立基場一形成 所有的邪魔外道敢不敢親近了 它進去就化空了 化光了 它們這些邪魔外道特別執著自己 執著自己的身 執著自己的見 否則它就不是魔了 它看到這樣的漩渦場 它跑都跑不硬 一旦臨近了 花就被吸進去化成光了 而是它正常 正深 正心 那麼就是從一個剛才上面 老師講的是內用 是練自己的內在的道場 外用它就有震的作用 那麼這個力量 其實都大過其他的力量 所以這個是真正的 來自於金剛灑陀師尊的手中的寶 所以大家要珍惜 要懂得去利用這個借物顯靈 來使用幫助自己快速的成就 所以這個是有人問到了 所以今天給大家講解一下它的用處 好